就跟你刚好讲到 有建源刚刚奉行简易跟大家解说 会有一层又一层的 所以该怎么应对呢 你觉得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有生活 有那么多的事 有鸡蛋鸡肉在上涨 孩子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十个民众当中 会有一个一个 认真的去看盐宽恒 所受到了这一层一层的气压吗 我觉得一百个当中 有没有一个都不见得 也就是盐宽恒 绝对不能再像上次一样 采取一种佛系的方式 而且他仿佛期待的部分 是选民选票的大众 为他主持正义 绝对不可以 其实选战这种东西是这样子 要知道绿营当中的一切 当然绝对是不会投盐宽恒 可是呢在蓝营当中 对盐宽恒当中也许有支持 可是有很多东西 可能还在观望 因为司法还在侦办 有一些东西不断的 他的一些细节刚刚讲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有误差的助力费 可能包括这些交易等等 所所碎碎的 其实叫做就像曾僧杀人一样 其实就没有这回事 可是即使在蓝营阵营里头 可能当中都有所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你 盐宽恒或你的团队服务过 对你真的有感情 在地方选民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头 更不要说那中间四成的 中间选民跟年轻人 盐宽恒在上次输就输在这里 那你说中间选民 跟选民跟年轻人 他们会认真去看你选民 受到的这些盐宽恒 你受到的这些司法的委屈 还帮你组织正义吗 一点都不会的 他们在这个过程里 连理都不会理你 所以盐宽恒最重要的是 在政治面对司法 他有一个路径 可是在选举上 他一定要拿回 像他爸爸 袁清彪 当年的气魄 你要有个气势 你不能苦情 你被司法追杀 被政治逼迫 你绝对不可以 你在所有一切当中 不管你说得清不清楚 不管人家听不听清楚 你不能像上次一样佛系 你要强悍 你要有气魄 最后选民可能搞不清楚 可是选民最后记得了 你的气魄 而你知道很多 我知道盐宽恒先前 过去是非常认真的问政 他是非常谦虚的 所以他是学习的 他很多方面都保持低调 但是现在不可以是这样子 那是传统 国民党过去传统当中 中间选民年轻选民 根本不care 根本不鸟的 那种正式风格 盐宽恒相对年轻 你要有气魄 要比现在的年轻人更有气魄 像巧欣他们那样子 所以你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所以在这种选举里头 你才要去做更多的说法 跟做法 刚刚奉行提出一些建议 我也有建议 比如说你不能再期待 等待有一些网民 帮你做懒人包 解释你的这些案情 不行 你就是要一直持续更新懒人包 你要自己做清楚 简单大标题的懒人包 但是你一直更新说清楚 你知道现在在外面的所有网络 空战的市面上的所有的行销 叫做一页式广告 没有人帮你很多层说清楚了 他就一页帮你巴拉巴拉说清楚 而且最想知道就是说清楚 披头就是 我言宽恒绝对 比如说你不要有言宽恒绝对 我要绝对 不认账或不输 或者你要讲一些那种气魄的 这种大标题 再去描述 而不是在那边细细碎碎的解释 没有人看两页就不看了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头要知道 袁晃在上次的选举当中就差这么一点点 我认为他差的就是在那个中间选民 跟包括年轻人当中的支持 可是这个支持不是人们支持你的正义 而是人们觉得你太软弱了 所以不再投你 尤其年轻人 所以在这次当中 无论司法怎么逼迫你 只要这些当中站不住脚 千万不要为了认真的去处理 最后最后赢了判决 输了选举 这没什么意思 而也不能说 把司法处理的事情 全部转移到选举 袁宽恒绝对不能再像上次一样 做佛系的竞选者 没错 我们也感谢一些我们的网友的董内 他们也同样认同 同时还有这个灵性主夫交易人生的董内 没错支持董哥 记得喝水 也支持凤欣姐 支持上志哥 支持中天发出正义之声 也感谢何燕先生的董内 他说当年彪哥曾经说 不畏战不聚战接受挑战 那当然希望这一次也能拿出同样的气魄 并且还可以发这个主动来先发聚人 不过当然这个当蓝银现在疲于奔命 那绿营会用这种我们的国家机器 或是司法机器在伸手的同时 绿营自己我还是不断强调 尤其像是在北市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后院也在失火 我要问一下董哥 我们看到这个高嘉瑜在其他节目的访问里头 哇他一字一句 其实他传达了一些蛮明确的目前他的定调 第一个他有说 他说内湖南港民进党就是唯一提名高嘉瑜 不过他也特别提到高嘉瑜 这个赖清德也会唯一支持高嘉瑜 而高嘉瑜也会唯一支持赖清德 换句话说就是之前何志伟讲的信赖的嘛 不过以何志伟之前的概念来说 信赖可能也是跌了一跤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有些人可能去支持小党 但希望他们可以扩大服务基础 但我们也是乐观其成把柄做大事好事 看不出来还有任何想要得罪无心带的意思 再者这块就有趣了 到底我跟柯文哲有什么 我从离开台北市议会之后 就几乎没跟柯文哲见过任何面了 除了公开场合 换句话说切割柯文哲这三部曲 对啊因为柯文哲他选总统 你到时候就会被混淆 那高家瑜最有名的动作就是翻白眼嘛 在姚文哲的场子也翻白眼 所以很多人你就是挺柯文哲 他这个印象被绕下来的话 变成无心带不可怕 无心带选失言又选不上 对不对 他我们去年九合一选举 他根本就选不上 台湾激进党根本选不上 那为什么高家瑜这么在意 因为民进党请全力来打他嘛 对不对 带头的 陈时中到场啦 到无心带的场子 习国勇 对不对 习国勇内政部长刚谢乐呢 他代表是谁 勇言会 民进党四大派系 对不对 大家都打他啦 那打他之外还有谁 大家可以看到下来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 他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高家瑜 他从何志伟这个案子发现了 原来党内有一股力量 这股量就是 鹰派结合 好 黄承国 国歌 谢寒冰的好朋友 那这批 这批人很厉害啊 何志伟 他们在士林 在大同这边根深蒂固 都拉了下来 对啊 他爸爸从民国66年 他们在当议员 一路下来 这么杂实都输了 所以高家瑜 开始本来没有那么在意 认为我只要唱几首歌 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他发现不行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 要扳倒我 那扳倒我最早是谁 就是林楚音他老公先啊 梁文杰 梁文杰说 高家瑜这种人 意思说怎么样 说我们胡港 宁愿不要这一席都没关系 对 给国民党都没关系 我们不要这种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 他认为你就是欧礼环嘛 你每天都在批我们民进党嘛 然后接下来 这里最老的民进党议员叫李建昌 他从民国83年 就当当议员了 当到现在没有漏选过 那他也出来高家瑜 好 意思就是把他拉下来 不要再让他当了 那拉下来要谁来带 就是要无心带 我们宁愿给一个台湾激进党 也不要民进党来 所以高家瑜现在就有 兔死胡碑那种恐慌 那我觉得说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险战里面 这种会让人家害怕是怎么样 因为高家瑜 在赖清德跟蔡英文党内出选的时候 他是陪赖清德去扫街 下着雨他去陪赖清德 他是最支持赖清德的人 那现在民进党已经确定 提名赖清德选总统 那总统是母鸡 当然要保护好这只过去在 情况最艰难的时候 挺他的小鸡啊 那时候的高家瑜去挺他 民进党没有人敢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本来有几个立委 偷偷跟赖清德碰面 结果被静州刊马上报道出来 那吓死了 所以每个人赶快偷生 那一次由吴乃仁带队 带了八个立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哇没有人敢出来 只有高家瑜桿公开 在大街上 在宣传车上 跟赖清德 沿途跟显民挥手 我是挺赖的 那个背景 那现在挺赖的人 反而最没有保障 所以他现在在打这一块的温情牌 说我们民进党 我们立营不是都挺赖清德吗 最捍卫赖清德就是我 那请不要放弃我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这样 那在民党里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块 他暗中的派系 在打来打去的时候 其实是很惨累的 高家瑜曾经是 上上届他是台北市议员最高票 结果他拿最高票的时候 习口用的徒弟就漏弦了 这个人叫王夏威 所以他们其实对他很不爽 就是说你自己冲高票 结果你自己就去 自己就落跑去显立委了 那害我们的人漏弦 那这个其实 这个仇事结很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虽然已经定义一尊赖清德 可是私下有一些角力 那有些角力他们认为说 像这种 有时候会批评党中央的 那有时候跟男人的人 比较接近的 这些人我们一把他打掉 没什么关系 那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思考 我们来感谢一些网友的斗内 他们同时也是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先感谢张梅华 斗内他说先看广告支持中天 YT30秒就可以了 当然也感谢何彦先生的斗内 他说高家瑜党内初选 走深绿的路线 等他出现之后 就又会往中间靠了 他说这个人就是会演 感谢我们跟朋友们的意见分享 不过凤卿姐 我有一块要特别请教一下 首先许直华这两天 一直在自爆啦 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搞 应该也是急了 那急了或者是有很多议题上 他也不好解释 所以干脆就用其他的方式 不过这可能都是失分的 首先他先恭喜了许晓鑫 说希望未来的选举 是一场君子之争 这句话想不到又被秘欢给咬中 许晓鑫他认为说 对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根本就没有君子之争 所以还建议绿营赶快换人吧 当然他也提到了 强调自己的专业等等比较重要 不过我要问凤卿姐是这几天 我听到亮哥跟我分享一个观点 他说许晓鑫是不是 现在不用急着打许淑华 可以再忍一忍 或者是等到选战的最后这三个月 再来做这样的操作 因为他认为许淑华 第一个相对还可以打得了 而且好打 那许晓鑫需要先花点时间 在党内去做一些其他这个 条阿卡的拜会啊等等 有一些修复或是善后 或是事后打个招呼的 我们都要先做好 各有利弊 我先说一下就是 我觉得现在许淑华 确实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你看他的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口不择言 他当他在讲说 说他很这个帮贝宏太说去公道化 是很敬重的前辈 等等这些话 还有娇穿搭 对啊 其实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他想要分裂许晓鑫跟费宏太 在松山信义区的支持者 但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 争议是有的 但我觉得到最后 团结的可能性 是远比不团结的可能性 要来得大 因为就是费宏太是个君子 我觉得这个过程 当然对方宏太伤害很大 那他努力了这么久 他心情到现在是无法恢复的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度量的人 然后是一个君子 所以我不认为他跟许晓鑫之间 会真的就是他会 他会这个宁可许淑华当选 然后不去支持许晓鑫 这点我是觉得费宏太他是不会如此的 所以对于要去分裂许晓鑫跟费宏太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高 那现在问题就来自于说 要不要晚一点再出售 我觉得第一个 我不知道许晓鑫手上到底有多少量 其实他第一次说 这个就是薪水小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有点吓到了这样子 因为这个题材准备了三年了 那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啊 因为许晓鑫他自己在初选的过程当中说 其实四年前他就已经跟费宏太 就已经似乎有一些私下的默契 就是他做完前面那一任之后 接下来呢 就会把棒子交给许晓鑫等等等等的 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件事情当然费宏太没有 那么强烈的出来否认 可是从他一出手三年的照片记录 我认为他真的准备很多年了 那如果他真的准备很多年 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会从哪一个角度切入 有多少料 那如果这个料他可以做到是 每两个礼拜一爆的话 你真的觉得他要压到后面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料到底有多少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你就要回到言宽恒这件事情 其实你也可以问说 那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早出手打言宽恒 理由很简单 等到双边的总统人选都确定了之后 其实就没有立法委员的新闻了 对 没错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去建立你的形象 你不在此时此刻 你大概再隔两个月 可能都没有立法委员的新闻了 所以你那时候再想要做一些这种 属于这个占据全国版面的这一种事情 就会来不及 因为你根本就上不了 就是大家的这个视野里头 因为大家重心点可能都已经放到了 总统大选啊 然后中美关系啦 然后这个台美关系啦 两岸关系啦 可能重心点全部都放在这边了 因为你不知道国际局势 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剧烈变化 最近局势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过去这一个月 我觉得有点目不暇挟的味道在 没错 那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判断 有一点点人算不如天算 我这边再岔出题喔 之前我们知道说 王洪伟打林志坚的论文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认为说 洪伟你打太早了 就是你为什么不压到说 他们确定提名林志坚 无法换人的时候 你再出手 那时候有这种声音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但是洪伟那时候 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 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林志坚 这边已经开始做 防守的工作了 已经开始对外说 有什么毁奸小组啦 啪啪啪啪这样子 他就知道说 林志坚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他那时候再不出手的话 他会来不及 所以攻防这边事情 不是我们想象中有理想时间的 他那个时候如果不出手 可能后面就连出手的时间点都没有了 那当然 我觉得对那件事情来说 其实真正造成那么大时分是 蔡英文的反应 他要互肩到底 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现在 重心点还不是许巧兴怎么出手 重心点是许淑华如何的接招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许淑华的接招是软弱的 是 因为他一直在为自己辩护 然后辩护完了之后 那礼拜三 他就乖乖的去做到了 市议会的这个大会里头 然后呢 同时还在那边去谈废红炭 这一些看起来都让他 让外面的人看起来像心虚 是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是 我们不知道许巧兴手上有多少料 第二我不觉得在选战的后期 还有各个立法委员候选人的这个新闻 然后第三个是 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攻防 你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反应 我觉得现在 你会觉得许晓华很得分的原因 是因为许淑华感觉上很心虚 不过我同意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个我就 我想要再去搜集一些资料 我要听听地方人士的意见 就是到底许晓华在地方的服务 够不够扎实 这也是他的考验 本来就应该要这么做 那所以他除了会打空在 我觉得地方的基层服务 确实是一点点都不舒服不得 没错 那当然其实我们 从这个数据上面 也可以来看到 像这个我顶下 请你帮我们来分析的 就是当然我看到的是 许晓华确实 第一个他讲法变得很心虚 然后你说他的动作面 也开始做起来了 那他感觉也在揣测 许晓华手上有多少料 他可能还有更多 还没被采出来 而且他也很怕 被许晓华给掌握的 那从数字面也可以来看到 我们来念一个数据 这个是这个声量的 叫做Keeper大数据 他的统计 发现到许晓华最近的好感度 是从0.98 变成0.78 不過我要特别讲 许晓华跟许晓华 在这个Keeper大数据的 声量图里面 两个人是双双都下降的 只不过你可以听一下 许晓华本来的好感度 0.98 变成0.78 许晓华的好感度 从原本的1.04 变成0.41 这个比例就很大了 从原本的赢过许晓卿 直接变成了落后以外 而且只有0.41 快要只剩下 这个许晓卿的好感度的一半了 那其实当然这个网站 也去做一些相关的分析 就发现到乍领出席费的这个疑云 许晓华可能回答的不够 而且也让大家确实就立刻贴了个标签 觉得是不是有薪水小偷的疑虑 这也影响到他的好感度 大家就认识 我刚刚念了一个数据 那其实这个象征出来说 这网络的大家评价或声量 其实反应当然很快 而且反应是很及时的 尚师哥 我先讲一下巧新好了 我想巧新的部分 确实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巧新的部分的状况 我自己非常喜欢他这样子的尖锐鲜明的 特别是直接在揪出一些 包括弊案的这些这样子的风格 非常强烈 当然他这个强烈当中 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他现在来讲 他是一个在网络上的持续形象 要知道这种鲜明度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 对他持续支持的人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透过空站形成的这种所谓形象 从市场行销学的部分角度来说 再怎么鲜明 怎么强烈的形象 都会疲乏 都会疲乏 也就是说巧新必须要更多元的 我不是说他要放软或变温柔 不是 他必须要以这种 揪臂为主轴的情形之下 同时也要提供给人们 或至于他人有不同的 这样子的部分 对他的一种形象的理解跟感受 才不会起乏 以我自己对巧新来说 因为我们除了在这种场合会见面 我们是认识的之外 我对巧新的个人的部分是 你知道在尾牙的时候 看到巧新在那边又唱又跳 是我私下的这种疯狂的 像你又唱又跳 让我看到巧新的另外一面 所以那种对巧新的立体的理解的部分 会更深刻更深沉一点 所以当然我们要让巧新也到处 经常的又唱又跳 倒也不是 作为一个未来希望走路委方向的 这个专业的路径 可是这个部分的问证的这种鲜明 强烈这个部分 也要注意疲乏的问题 包括支持者本身的疲乏 我想在这好侃度当中 会降下来这么一些些 明明是这么好的事情 这么有杀伤力 对蓝营对他自己都好的 为什么会下降 我想这个部分 应该体现了这样子的意义 此外对于许舒华的部分 我想很清楚的部分 就是他就是一个 刚刚讲的薪水小偷 以先前教堂的定义 他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在现在这样子的 这一次巧新的 巧新的揭蔽的时候 我想现在在所有这种 所谓选举的对阵 特别是立委的这种肉搏战当中 大家其实都是在看一件事情 我们讲白一点啦 就是抹黑术 这个抹黑术 是不是说负面或攻击 或所谓抹黑 他就是你一旦有一个重大的 我刚刚讲 人格性格跟形象的瑕疵 你一旦被贴附了 你一旦无从解释 而且一旦是事实的时候 你真的需要把它摆开甩开 怎么解释 都是非常的艰难 我想其实许舒华从先前 与其说他的形象 刚刚讲一点多 与其说好 应该说大家先前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感 应该是这样子 他不是像小青 这么样鲜明 鲜明的通常来讲 喜欢跟讨厌的都会比较直接 当你其实在台湾这种当中 甚至也曝光也没有那么多 新闻相对也没有那么多 大家想到你就是漂漂亮亮 像咪咪的印象 可能都没有恶感 这是原来许舒华的部分 的政治公众形象 可是在这一次当中 你看到了他小青所提出的 他就是签到了之后就跑掉了 而且长期三年累积下来 这个东西第一时间 当你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说清楚 顾左右沿他 而且最后还贴出了那个行程 根本就是台北市议会 没有开议之前的行程 要知道现在不要说 当然绿英可能还在支持他 蓝英可能现在对他 没什么感觉 连理都不理他 重要的是刚刚讲 我始终强调 现在所有一切当中的 选举的这种公共的 或公众的对阵的事情之下 都要特别去注意中间选民 跟年轻人看待这件事情的感受 所以也在小青揭发的这件事情 很明显的 我的妈 你真的偷薪水 这对年轻人来说 这真的有在过去去年的地方 大学许多的议题 只要牵涉到这种薪水不公 体质不公 肥猫或特权的部分 像现在陈时中 竞选总部那些官二代 富二代的那时候 都在里面的时候 这年轻人非常非常强烈难受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这对写出话来说是个硬伤 他一旦没有办法能够反证 这个东西将会贴在上身上 就像狗皮膏药 吃都吃不下来 我另外想要问一下 其实我们刚看到我们的广告里面 有不断的跟大家访问 那我们也强打叫做反贪污大联盟 不过最近有好多的议题 真的是扣紧了 我们民众想要反贪污的心 董哥我来问一下 是陈志忠 这个是大家昨天在讨论的 因为他已经二度被解职了 那他讲出来的话 就打断手骨 点斗用 不过这个是我们 计他2011年8月那时候 是因为这个未证罪被判刑三个月 那也丧失了他高雄市议员的资格 这一次又因为案子被判刑了一年 那也当然是我刚刚为什么讲到二度 就是他三任议员的任内 已经第二次被解职了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这个不用被这个 未执行医科罚金 然后也不会被持夺公权 这个是判决没有宣告的 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这个 我们看到另外的黄瑞靖 他就可以因为说听妈妈的话 这个就变成判刑好像就没事 那为什么他就没有办法比照办理 是不是也是检掉 或者是蔡政府要给这个 沉水扁一个警示吗 因为大家知道 他这个案子的关键是去年修改会计法 民进党连压式的替阿扁开罪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那么久了 17 18年为什么没有审 因为中间有很长时间 阿扁说他没办法出庭 他一出庭就会死 那台北地方法院就放水 我们知道 陈水扁从被抓起来关 有一个组织叫做 陈前总统医疗后援会 他的负责人就是陈顺盛 那他里面的要脚就是柯文哲 那柯文哲的名言就是 陈水扁被抓起来关 是马恩有接受北京的指示 这个柯文哲那时候讲的 说阿扁已经快死了你还关他 那当然讲这个话到现在 大家想嘛民口97年到现在阿扁也没死啊 而且最近还去帮赖会员站台 好端端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人都是非常政治 那陈顺盛是长庚医院的那个副院长 荣毅副院长 这学术地位很高啊 那台北地方法院怎么放水呢 阿扁的律师提出来说阿扁不能再出庭 出庭的话就会死 那法官说这个我们没 我们不是专业啊 我们要请专业的医师来做断定 可是不是真的这样啊 他找了专业医师就是陈顺盛 这个就很明显放水 台北地方法院修修脸了 太丢脸了 放水放到这么难看 是不是 好那我讲喔 民进党想说那这样也不行 为什么要卡住一堆人啊 其实去年的那个会计法修正案 卡住最主要就是马永诚跟林德信 他们马永诚因为阿扁不开庭 那他们的案子就嫌在那里 他被限制出庭 那他在法庭上他就跟法官讲 我小孩喔 从小希望爸爸带他出狗玩 我被限制出庭不能带 我家小孩都快大了 这很不公平啊 你不能因为阿扁不出庭 他们传阿扁来当政人 阿扁说我不能出庭啊 我自己被告不能出庭 我怎么可能出庭去当政人 所以就卡在那里 民进党去年就替他开脱 由柯建明领导 那领导就对脸牙式把这个 这些就无罪了 所以阿扁的这个案子就无罪了 那无罪了就 陈志忠这个是洗钱案啊 和那个没有关系啊 那那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判 那我们看到司法的蹊跷啊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喔 其实他的蹊跷蹊跷在哪里 比如说 昨天其实是两个案子 对不对 一个杨宽恒嘛 杨宽恒被起诉 为什么被起诉 我告诉你 杨宽恒第一次 引起震动喔 就是 那时候他先不要参选 不到几天 他马上就被搜索 被那个 1500万交保 对不对 那 那周天为什么要把他起诉 因为 检察官被骂得太难听了 我天天骂他 我说你检察官就是 林静怡的竞选主任总干事 竞选总干事 竞选总干事 林静怡去告我嘛 大家知道 我说你 你简直扮演这个角色 这检察官 只好再把 弄一个贪污案 这种贪污案是不会成立的 可是贪污很难听啊 对 好那 为什么这个时候弄出来 因为你们家的马祖婆到处在烙 每天吸引那么多媒体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大甲 大甲阿嬤在行径吸引太多媒体了 百万人都在 上街头 那上街头当然是为了他的全程信仰 并不是百万人出来挺延青标啊 不是啊 可是 对当政的人来讲 他觉得 我心里有阴影 好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案子就是 陈志冬这个案子 陈志冬这个案子 这个就是要平衡 我们没有对付严宽衡 你看我们同时让陈志冬去坐牢啊 定案了 这个案子其实早就应该定案 去年你宣布阿扁 这些等于说都不处理了 因为没有法言了嘛 你应该就同时把陈志冬这个案子 可是陈志冬现在就变成被哪来陪葬了 这个陪葬有很多议位喔 这个议位是什么 因为就是三个礼拜阿扁去帮人家站台 我老实讲 各位不要认为说这些都是刚好 不是刚好 阿扁帮人家站台 阿扁很过分你知道吗 阿扁说 我已经快死我要保外就医 他那时候给法务部 给政府好几个条件 我不帮人家站台 对 没错 他还在电台开节目 不接受专访自己开节目 然后他不去站台 帮赖会员站台 你只要阿扁有违反这个 这五个他自己的保证 人家就会去问我们的法务部 问我们的司法单位 说阿扁又违反了 那法务部都说 我们会了解以后来办理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办理过阿扁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阿扁你有这个动作的话 那对不起 这个案子一定要做个了结 陈志冬就进去坐牢了 他就是 其实这些牵连在里冠 那陈志冬因为他这个案子洗钱案 洗钱防治法是另外一个案子 就跟贪污罪没有关系 那你要坐牢你也要认 为什么 本来你老婆也要去坐牢 对 那我们替你老婆开脱 说因为媳妇很难季节婆婆 媳妇才好季节婆婆 儿子很难季节婆婆 独生子很难季节妈妈 对不对 那你讲都讲得过去阿 但是其实就是私下跟他讲 好你 你去做阿你老婆不要做 你老婆要照顾小孩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总有 扁家 有个人到处在外面帮人家站台 有个妈妈是永远不用坐牢 因为身体的情况 那儿子 儿子只好让他去坐 你年轻力壮啊 难道要你老婆去吗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政治的调解在里面 那陈志冬这次去 其实他关几个月就出来了 因为一连嘛 你只要关一下就马上就假释就出来了 这个在民进党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前面就讲很多 就是说大家不要忽略施法在险站里面的角色 他们有很多应用的手法 那当然检察官的动作是最大 因为检察官一做媒体就报导 那他搜索到一些隐蔽的东西 侦查不公开喔 侦查不公开他会对特定媒体公开 这是民进党官用的手法 这检察官升官最快的保证 所以马航九泄密案那些人都升官啊 那些好几个检察官都升官了 结果马航九判无罪 可是我官已经升了 我也不会降下来啊 那现在山中案那些人也好几个升官 现在马航九一审无罪 那反正我官也升了 所以所有的概念在司法里面都这样 那有时候你看这东西 会被人家嘲笑 但是一般来讲 老实讲我们新闻媒体 多数都跟司法是勾结的 因为我们写 譬如说昨天阳官人被起诉 那起诉 你所有媒体你看 他就写台中地检署起诉阳官人 其实不是台中地检署而已嘛 因为他有三个检察官嘛 就这三个 对不对 那你 我练一下 我练一下 叫黄一华 叫郑佩奇 叫黄一峰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检察官 他们就是办严宽人的案子 那因为前面你说他围造文书 假交易或什么 这个罪都很轻嘛 所以一定要告诉各位 他有贪污罪喔 哇贪污罪贪污 哎呀你看 连中天都在缓贪污啊 我们当然应该 这种人应该透气啊 就是这样 那这个 这说他那个助理是假的 助理会这些年来领了108万 他去买马沙拉底 哇好沉重喔 马沙拉底最便宜的 大概也要360万吧 检察官我给你108万 你给我一部马沙拉底好不好 外界不会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要加在 就是说你看 你借助理会 助理会大家很熟悉 各级名义代表很多人都在 乍领助理会 包括林领梦他们都被指控 对不对 那最豪华的车 就是马沙拉底啊 对不对 民众就哇 污了这个钱 去买自己最好的车 太可恶了 这个就是一个印象了 这印象对 嫌疾来讲就很不利 就好像 原家认为说 我地方服务很扎实啊 我助理这么多到处在帮忙 我倒推都在帮啊 可是你 嫌疾时候 你不敌这个空战 年轻人 纷纷回台北投票 投民进党 因为要把原家把他拔下来 对 这个就是去年中二选举 大家所看到的情况啊 那现在呢 如法抛注啊 现在我把你这边 认为一个焦点啊 不要认为 焦点是你们大假骂 现在大假骂 大假骂不敌原宽人 这个贪污案啊 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司法说法 他是很细腻的 这些人 你不要小看他 他们即使最后被拆穿 或者 你把人家起诉到上面判无罪 他也不会减损 他在法界的升迁啊 所以大家乐于去做 所以帮民进党是对的啊 嗯 我们感谢何先生的董内 凤卿姐我有两个案子 我们想要并起来一起来谈 首先如果一直被大家吵的话 其实是有用的 因为呢像这个王宏威揭毙之后 我们看到财政部 现在是全面的清查公骨董做的 这个董总的清足 有没有任职的状况 当然是因为蔡健新的案子 这是我们乐见的 要继续查下去 而且要全面清查 但希望不是只是做做样子 跟只是一时去这样子 稍微查一下 但最后没有什么效果 不过另外一个还有罗文嘉 我们看到陈婉会持续在报 那这次报的是罗文嘉 他在这桃园复兴区 去用借名登记的方式 我们知道其实下有原名身份 你才可以在桃园的复兴区 去做一些这个开墾啊 或者是开民宿啊等等的 结果罗文嘉做到了 很多人就用知法玩法 那让自己可以置身于室外 他当然也觉得不痛不痒 因为他是语法有据 这两个case 我要请凤卿姐 帮我们一起来解析 如果人家说他语法有据 完全依照规定 依照规定 但语法不合 我必须要讲啊 这件事情其实是严重的 是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原民地 其实就是要保护原住民 让他们的土地 不会被汉人所霸占了之后 然后转转过去之后 原住民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土地 其实这对原住民 这是我们在 所有的所有保护原住民的相关法力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条 但是我们当然看到有非常多的取巧的行为 这些取巧的行为就是借民 然后接着呢去做开发 这里面啊这个山里生活民宿 我觉得桃园市政府要好好的去查一下 第一当然就包括了 他有没有违反原民法当中 就是原住民才能够去 这个就是新建这些相关的 然后买卖土地 买卖土地这些事情 第一个是原住民相关的这些法令 然后第二个是 你仔细看一下那个图片 他有没有违反三坡地保育法的一些相关规定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复兴乡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因为复兴乡这个地方 它呢其实有很多过度开发的地方 那这个过度开发呢 其实还影响到下面的 溪流上面的一些情况 这我当然就后续我就不去谈它 但是山坡地保育法 你看这个建筑的方式 我当然不是专家 可是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是有问题的 可以好好的来清查一下 第三你看看盖这么大 我们的民宿的规定 就是说你的这个民宿 其实是有房间上限的 这是合法民宿吗 我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好好的查一查 我认为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案子 没错感谢大家收看 帮我们多多回看 拜拜 拜拜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